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职场教老知 有问必达环节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帮我们 电话是204-6566 又或者是传电邮帮我们 採取我身边的嘉宾 是要财政圈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王伟豪 Wafi Wafi 你好 Wafi 这一节就和您看看个别股份 先和大家看看比亚迪内地汽车股 大家知道比亚迪昨天因为相关的的士电池充电 引发一些爆炸事件 所以令到股价跌下来 但比亚迪方面 澄清今次的爆炸事件影响来说 是比较轻微的 说到旗下的电动的士设计正常 即是充电过热 现已停用 其实说到的士正常 但充电方面 电动的士充电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说到这方面有过热或者停用 又没有说到设计方妙 其实这个澄清市场是否收货呢 德哥 如果以这个澄清来计 暂时我相信不是太收货 如果以收货来计 我相信今天价格也不会再跌下去 或者应该再跌上来 但始终这一刻仍然跌下去的时候 也证明一点就是 大家都不是太接受这个解释 因为正如你所说的 今次比亚迪是有出来澄清一件事 但所谓的澄清或者解释来说 其实也不是说真的对他们的电池 有些什么的结构上 或者制造上有些什么的解释 反而是形容整件事 就不是一些报章所谓的爆炸 反而是一些叫部份溶化 就是纯粹在字眼上看 是想将这件事轻化或者淡化上去 说面上我相信 始终出来的所谓的澄清 也不是对实质整件事 或者对电池做一个讲解的时候 只是这一点也不是太接受 而且看起来就是 加上今次在香港的电动的士 有些所谓溶化的事件也好 再加上之前国内一些叫他 E6的电动车发生 例如炮炸、碰撞等等的事件之后 其实我相信大家对他旗下 这一刻所谓的生产电动车来计 其实那个看法或者印象体 我相信也不是太过好 所以只是这个安全问题 也不是太过好的时候 对他往后的盈利方面 或者是销售方面看 一定有个打击在这里 而且你也不断说的 就是其实这些电动车 的价格也比较贵 不论那辆车贵之外 其实电也是比较贵 因为如果看回今天的报章 我说到 其实这些所谓的充电的电 其实价钱也不是便宜的 所以就算你换了也好 或者换了一些 可能其他用家 拿去换各个电也好 但价格也是比较贵 所以都在这么大的成本下 其实变相你能够OPPO的化 或者市场很受风很接受 我自己的一点也有些保留 所以整件事看来 再加上之前的事件 加上来看看 的确我觉得这一刻 大家对比亚迪的看法 其实都不算太过理想 我相信后面来看 都仍然会有些反复的可能性 好 不如给大家看看 比亚迪现价最新表现 就看到现价来说 暂时跌超过3% 跌9.5到28.9 其余几只内地汽车股都要跌 东风汽车跌2.6 吉利跌1.5 华晨跌1.8 广气 接近9 另外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有位范小姐 在电话旁边 范小姐 你好 你好 我现在的指数跌超过2万 2万点 现在是返回稳 现在是否捞股 我想175 7里和华晨东方哪个胜算 会保护 麻烦 好 想买汽车股 不如先讲讲市 今天跌超过2万点 但之后跌幅收窄 现在2万0222点 那是否可以入货的时机 算不算是2万点 算是暂时守得稳 是调整完结了吗 如果调整完结了 我觉得就比较难去即时做这个判断 因为从这一刻外来方面 大家对美国退市的看法 究竟消化了没有 或者淡化了没有 比较难这样讲 而且来一边内地的视野 都一样不是十分理想 算不算是这些基本面来说 很难即时判断市 究竟要是多少大影哟一跌 但从今天即时的反应来说 初步2万点的确都有些支持 因为始终今天轻微穿过 直到这一刻 其实已经是回胆上来 或者虽然跌百几点 但是跌幅来看 其实是大幅收窄 应该上到2万200点上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初步这些势头来说 我觉得可能随着下星期回来 都有个奇蹟因素底下 可能也略略再做一步做好一点 所以暂时要先看着 逐渐逐渐先 比较难 又不即时判断 究竟现在可不可以叫做 大手或者大注地去买 某些股份里面 所以最后来说 看一看市场 如果下星期回来 仍然能够守得到2万点上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机会 乘着这一阵的技术反弹 可以上回大概2万1 留上这边位试一试 如果有机会上回这边的时候 我相信才可以慢慢 扩留得到 跌势或者调整幅度 有机会慢慢判断 算了 暂时来说 以2万1 比较窄一点 去到上落的波幅店 好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是否想问两只汽车股 哪一只比较直播一点 是呀 三只汽车股 东风和华盛 吉利三个必至乘前 好 想加上东风489 吉利汽车 东风又或者 是华盛 三只的话 选哪一只好多汽车股 是吧 如果以三只来计算 我反而这一刻 就比较不太建议华盛 因为始终 过去不断说 华盛 其实卖的宝马 好像在国内的需求性 都很多 或者很强劲 但从今年回来 其实增速就有少少不同了 如果以整个汽车业来计算 反而相对中高档的汽车来说 那个增长或增速 其实较成行业的平均增速 比较慢了 所以这一点来说 可能对往后华盛 那个增长 其实都可能比较一样 所以如果三只只比较的时候 华盛 反而这一刻 就反而不是太建议的一只 所以简单的两只 其中一只就是吉利东风 这两只 其实如果哪只好一点 我觉得如果这一刻算 我仍然会投 吉利所有信心的一票 一种一例 记得到它近几个月出的销售数字来说 其实都是比较理想的 直至到刚刚五月份来说 头五个月卖了整个23号车 已经达到它们年初一定目标是四成一 就是变相很多时候都是的 因为汽车股来看 很多时候都是每年的七八月开始 是那个所谓的旺季 就是这个销售量突然间大了很多 但其实之前 可能头几个月都是比较昂贵的时候 都能够达到四成一的 就是那个达标性的时候 变相往后对它的达标可能性 我觉得是比较大的机会 就是看起来比较乐观 而且也不断说 就是始终这一刻 大陆都是严守着一个 可能限制一些三公消费 或者相对以清廉为主 或者是反胜负为先的时候 变相这些本土自主的车 相对定价比较低些 或者便宜些的时候 都依然吸引到一定的购买力在 所以我觉得这些来说 看起来比较有信心 所以变相了几个一只 混合来选 记得起来吉利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以价位来说 究竟什么位置去到薄 或者这一刻薄不薄 我觉得其实落到现在三或四 这边位左右 其实今朝低位这些左右 都可以去试一试 既然你记得下来之后 其实慢慢都有个羊竹 是叫做上了来 所以我相信 如果随着这个势 有机会慢慢回补下跌口的时候 中线的看 要回到四元楼上 我觉得是有可能 或者比较有机会 所以我认为 如果落到这三或四元楼 这些松小位置买 其实风险就不算太大 还有其他问题 范小姐 好了 谢谢你 多谢你电话 拜拜 另外继续和大家看看市场上的一些移动股 看看中国龙公3339 龙公方面 昨晚方面发布了一个营起 预计中期纯理会大升 最主要的原因是受惠 期内的美元贬值 令美元债务产生汇对收益 以及期内的营运和财务开支下降所影响 令股价今日表现逆市上升 看看龙公现价最新走势 龙公现价升超过4% 升7千 去到1.62 其余几只重型机械股都要跌 3.1国际跌9千 中联重科跌1.6 重庆基电跌1千 最后股价表现做得不错 发布了一个营起的讯息 但市场似乎大罕对它的看法不太乐观 我自己的看法不算十分之好 虽然不错 这是一个营起的因素出现 也令到今天的股价抽了上来 但很多时候都这么说 个别的营起或营景 都要看当中的实质理据是什么 或者支持是什么 是否本页做得好 或者是否有什么实质的带动 但以这次龙公的营起来计理 其实不是本页的销售 或者旗下的草莹机械买得好 有个即时带动 反而是靠一些所谓的匯对方面的收益 或者其他开支少一些 有个明显的回升 今次说的匯对收益 就是美元方面的因素 因为他提到一点就是 美元刚刚以这半年 就是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都有个贬值 令到他们以相关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来说 那个压力是低了 变相有一个舒缓性 但是这一点自己看法有点 叫做反而反而反而 没错过去的确是有个贬值的数 但随着现在大家不断说的 就是可能现在美国来到 都会有个退市的性质的时候 变相美元会继续弱下去 反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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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比较清晰的 都觉得慢慢地强回来 所以假设下半年来计 即是他们下半年来计 如果美元必须强回来的时候 这方面的匯对因素 会形成一个叫做压力 其实可能会是到时会这样走出来 所以变相实质 你说这个的营起 对他的 不论实质的营业 即是销售面来计 有没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就未必是 所以我觉得今次的营起来说 变相就不是十分理想 反而如果最终来说 他所谓发的营起也好 或者所谓出的业司也好 是真的记得到从销售层面上看 是叫做做得理想 或者他那个相关的指标来看 是叫做好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才能够判断到 是真的整个行业 或者他本身做得比较理想 所以加段来说 我觉得在这一刻 如果以这个营起来计 刚才说到的 就不是十分之正面 但在这一刻市场来说 都少一点的炒作因素的时候 稍为有些营起的消息出来 都可以令股价稍为抽回一阵 巴克来方面 说到中国农工发营起 预计今年上半年顺利将会 按年增长 未有提供一个具体升幅 巴克来说 对今次的营起不感到意外 因为早已预计公司每股盈利 将会按年增长九成半 因为受惠于去年的基数低 而市场对公司今年的 每股盈利增长的预测 更加去到2.5倍 但巴克来又说到 如果需求持续疲弱 全年预测将会有下调风险 但也重新对农工有一个减辞的投资评级 目标价1.03先不变 而大祸方面 也说到农工的核心业务未见起息 所以继续评于沽售评级 目标价1.31 巴克来看得淡一点 目标价1.03先 很接近一年的低位 现在一个6毫尔 你又不太建议这个股份 因为说到本业来说 还未有气息的时间 有货的投资者 是否应该先行沽售离场 对的 如果以各别大行来说 也好 或者刚才自己说也好 这次刑期 大家看到的一件事 不是本业 或是相关旗下的 比如一些重營机械 销售的民营改善 去所谓带动 虽然很多大行 都不是看得太理想 如果以这个势头来看的时候 的确对它的看法 都算是比较中性 但是至于未来 如果假设像你公民到 大家是叫做 收入上有货的时候 不敢在这一刻 如何部署或如何处理 我觉得这样看 如果你假设在这一层 在大概过六楼下 到有货的朋友来算 当然这一刻 稍微拿着先都可以 看看下星期回来 能够乘住的势 仍然有点充股 或是市场大概过七楼上 才考虑去走一走货 如果相反 如果假设收入上 大家是没有货 正如刚才说 整个行业也好 或者农工自己本身也好 整个重型机械的行业 仍然整个重型机械的行业 都未至于相分好的时候 你说这刻买下去 可否拼回建设底 或者中线持有 我依然都不太建议 所以我觉得 稍微借着这些短炒一点 如果有机会充高 上过七楼上 才考虑去走货 最近重型机械股 整个板块走势做得比较差 好像1157中年重科 现价又继续穿底 最低过5.38 另外631国际 现价跌接近4% 最低过2.24 创过上市的新低 会否见到这个板块 其实内地经济都息息相关 是否暂时内地经济未见起息 他们都不会有好运行 这也是 始终一来本身方面 之前也提到的 就是他们的上线机械 都很多的库存 集在这里 要减价去买之余 这一刻也提到的 就是往后看 就是经济增速因素 因为这一刻 内地的经济的确不是太理想 增速 可能很多的 固定基础投资也好 或者很多的基础建设也好 可能都会放慢下来 自然对他们的上线机械的需求来说 可能未必是太强劲 所以无论这一刻也好 或者暂时看回 向前往也好 也不算太乐观的时候 变成有办法 暂时也不太记占 守着公民为主会好些 好 谢谢 这期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回Wafi 刚才说过股份 有没有哪种有持有 好的 好 谢谢 回来就是每周一股的环节 有我们高级分析员 阳致希希、Herry 和大家推介股份 不要走开 稍后见